听众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修心 修心人 整天想象着自己要登上彼岸 其实这个是对的 但是问题你怎么来登上彼岸 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有处理心 修心人必须具有很神圣的一种念头 这种念头 就是让你能够进入到佛门的念头 首先 佛门修心人 我们要调伏自己身口意 因为身体和嘴巴和意念最难改 你习惯做一个动作不好的动作了 你说要改难过不难过 举个简单例子 你在家里某一个动作 很不爱干净的 扣鼻子啊挖耳朵啊 你说你要想改掉多难呢 好了 你当人家客人做出来了 多难看 那调伏什么意思 调就是把它调整过来 伏就是降伏 自己身上 自己身上有什么毛病 一定要改掉 嘴巴 不要讲 不要讲 祸从口出 不讲话 你不会死的 你一讲话你就砸锅了 很多人不讲话蛮好 一讲话他就砸锅了 意念要干净 你这意念怎么干净呢 就永远不要去动妄念 你就干净了 你要自己要懂得 我今天 正念 现前 不动妄念 心中老想着 菩萨的庄严相 心中老想着 我是观心菩萨的弟子 我必须 具有 十德 就是十种德性 道德水平 道德水准 我必须 离开 爱欲成 什么爱欲成啊 不要有对某一件事情 特别挂爱了 不要有对某一件事情 爱得不得了了 哎呀 我一定要得到他了 我一定要怎么样 这种欲望 就像灰尘一样 在你心中 所以要去除这些东西 要懂得 心中老想着佛 老想着 我们 过去的 人天师范 人天师表 想一想 比我们修得好的人 他们是怎么修行的 他们是不是有道德 他们是不是为了众生 而舍去了 自己很多的利益 经常想一想 别人 要把自己心中一切的恶缘 全部把它去除掉 天天想登彼岸 天天 想让自己 获得解脱 但是呢 又不肯守戒 你要守啊 五戒最起码的你要守啊 对不对 你做人都要守五戒啊 不要说做菩萨 你说说看我们做人 能偷东西吗 能偷到吗 能杀生吗 对不对啊 大道人 小道动物 都不应该杀的 不应该妄语啊 你说是一个好人 为什么吹牛啊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喝酒 警察在马路上 天天在撤酒呢 所以佛陀早在2500年 那个时候还没汽车呢 佛陀为什么就叫我们 要戒酒啊 现在知道了吗 喝酒 连警察都要管 因为你喝完酒 你就撞死人了 所以 还有一个 就是 接邪淫 佛陀在2500年前 这就知道 人的一个毛病 就是淫荡 这个会让你破除 你心中的 这个佛性 会让佛性离开你的 你去看看 凡是淫荡的人 到最后都会出事 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 是不是这样 我们很多人 年轻的时候 不懂得怎么样守身 不懂得 不懂得怎么样守戒 最后 犯了淫荡的毛病 会非常的后悔 非常的后悔 所以我们有时候 要想学佛道彼岸 就要生起 大慈悲心 学观世音菩萨 我们 要懂得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的人很可怜 怎么样让别人 能够解脱 这就是你 广集一切善 度 化有缘众生 只要你今天 还有点良心 我就度你 只要你今天 跟佛有一点缘分 我就对你好 这样的话 你多做善事 你哪来的恶业啊 所以 我们说 就是在行住坐卧当中 作为一个修行人 也要 安于 把自己的心啊 安于拒进出 好好静下心来 不要 去做一些 这个伤害别人 和伤害自己的事情 行住坐卧都要 降谱自己的虚妄心 虚妄心什么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不应该得到的 想去得了 不应该做到的 不应该去做的 他去做了 在人家面前要面子了 死要面子 活受罪啊 等等 全部都是虚妄心 多向别人学习 专心修心 啊 要观生不尽 知道自己啊 哎呀 自己很不干净 自己本身都很不干净 啊 所以 要懂得这些 就慢慢慢慢的理解了 啊 所以 诸恶不能做 诸善 必须行 啊 这是师父讲的 太常讲的 啊 必须行 啊 有善不行 就为恶 你有善的东西 你不去做 你不就是个恶人吗 人家在做好事 你不肯做好事 你不能帮助别人 你是个好人吗 啊 所以 如果一个人不好好修 一旦无常到的时候 你只能孤独行啊 所以我们修行人 想解脱 要努力修凡行 啊 要懂得人生活不长的 念头当中要想到 所以 要加紧修行 那你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就给大家呢 讲到这里 在这个梦幻泡影的世界当中 不要把什么事情看得太真 人和人之间都是缘分 缘尽了 就没有了 所以希望 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 啊 我们 做人 不能对不起别人 也不能对不起自己 要念念修行人 念念菩萨情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好好修行 把自己彻底 从人间的烦恼当中 解脱出来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那么我们 下次节目再见 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